九合一选举落幕 选出来这么多民意代表当中 跟民众互动最密切的应该就是里长了 里长的工作包括了传达政令 协调里民纷争 以及协助办理各项申请补助等等 不过在外省及退伍老兵比例相当高的 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 他们的里长刘德文 更像是老兵们的家人 因为多数老兵孤家寡人 在台湾生活 很多事情都需要协助 所以除了一般里长该做的例行公事之外 他还每天帮老人家打扫环境 送便当 不论大事小事全包办 甚至在老兵们的请求下 这几年 这位热心的里长 还开始提供了一项 您难以想象的特殊里民服务 当我们这些长辈第一次跟我讲说 他如果以后走了 警警长把我带回家乡的时候 我刚开始都是讲一句好好好 把身体照顾好就好了 以后再说 当我出去机场大厅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跪下来 他们在讲说 你知道我们第一跪是跪 感激你把我爸爸的骨灰 带回我们家乡 那时候我在机场 我真的很哭了 我掉以后 每天在剪草 在这里在用那个铲鸡 铐铐铣的哭哭哭的想象声 铐铐铐铛 来来来 帮你那个送餐来 他那个里长 我说你什么事情这么多 我有别的里长我看到没有事 里长为什么要看这些国庆 因为国庆他们这些老兵 看到这个国庆就很开心 高雄市左营区的祥和里 面积0.4872平方公里 居民大多数是外省集退伍军人 里民口中超级热心的里长 讲的就是刘德文 刘德文在这里当里长 一当就是12年 和他显化家常的是黄华美 今年85岁老家在安徽 说起话来依旧中气十足 住在这里的老兵们 个个都是里乡背景 年纪轻轻就上战场 1945年年轻的黄华美就入伍当兵 后来国共内战 国民党节节败退 1949年年轻的黄华美就入伍当兵 黄华美跟着军队转往越南 其间眼睁睁看着同袍一个一个牺牲 我们也都约了 我们家很神呐 所以人一到这个地方 家把东西扶起来了 下面失踪失踪 还有看过 留走多少人呢 四年后黄华美来到台湾 但直到1987年 政府宣布解言 老兵才能和中国大陆的亲人通信 或申请探亲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红十字会总会门前 一大早就挤满了民众 大都是年迈的荣民 许多人从清晨三点 就开始在门外哭后 思想之情表现在每一个人脸上 我开放以后啊 我现在两半就没有消息了 没消息一直到现在没联络 我就是认为只是 三十二年离开架 到现在没回复下 以前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这座猪猛猛着一两千 那早上起来到处都是人 现在到处找不到人了 现在到处都是人 现在下面那个棚子 坐这一天就我一会儿是做的 白天的祥河里 传叫声不觉于耳 反倒是老兵 闲话家常的景象变成了 以前经常有小贩来做生意 如今却显得冷静 以前摊位我们来摆都有四五摊最少 每天都有 都有人来摆摊位 现在我们一个月来一天 来一个下午 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们就收摊了 没人啊 照早上我五天就上去补马 我在那边整理环境 就里面就打电话说 李长我们写某某某死人 死在里面 那我们马上冲过去 冲过去就看到警察也到了 救護車也當然 那個都要吃的是一個鍋子 劉德文回憶 曾經在一年內 參加過一百二十多場的喪禮 現在裡內的老兵只剩一百多人 楊北 你吃飯 你慢慢 這就是我們九十二歲 我們九十三歲的楊波波 對 來 女郎 而過去多數老兵獨自一人生活 把經常探望他們的劉德文 當作自己的親人 生活大小事全找他幫忙 因為這是老遊民 這個有什麼事都要找他 哪怕那個 打水果機就給你一個老太太 打水果機一個蓋子 沒有啦 蓋子壞了什麼 也要找他 前幾天一個老遊民 不不打 甩打了 你打電話給他 他的手機我們都有 打電話給他馬上過來 太太也來幫忙 我想到我們有一個高伯伯 叫看護打電話給我 叫我一定晚上 一定要到醫院去 去看他 那我就跟他講說 伯伯那我明天再去 他說不行 一定要晚上來 後來我就趕快騎了摩托車 到醫院去探視 當我進去病房的時候 他只跟我講第一句話就說 謝謝里長 這十幾年你對我的照顧 我明天就死了 感謝完的時候 我直接跟他講說 伯伯不可能 我說伯伯你放心 你只要負責 把身體養好就好了 等到隔天我是五點鐘 我就起來在運動頭部的 五點八分 我們那個龍總那個看護 就打電話給我 叫我說里長你趕快來 我們這個伯伯已經在急救了 當我去的時候 他的生命已經沒有了 就是那一句感激 十幾年對我的照顧 那一句到現在 影響我一輩子 正妹 你好 你好 對不起 我這樣不聽 坐坐坐 劉德文照顧老兵如是雙親 不過他其實是土生土長的屏東人 自小家裡工農 經濟貧困 連他上小學 父母也沒錢幫他繳學費 我一個多月還沒註冊 那也沒有書可以去看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一個 兩個學生 共同一個一張桌子 那我就跟著隔壁的 我們的同學一直在看 主主看一個多月 因為以前真的是有被笑 笑我們家糟糕 可是到現在 我不會去取笑 而是說如果真正有理 包括外面有人需要我幫助的 包括我自己 沒有吃飯我都會省下來給他們 在劉德文長年陪伴下 老兵們如今都已經八九十歲 有人最終的盼望還是要回故鄉的老家 於是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里長劉德文 當我們這些長輩第一次跟我講說 他如果以後走了 請你這樣把我帶回家鄉的時候 其實我剛開始都是講一句 好好好 把身體照顧好就好了 以後再說 隔了幾個月以後我們才想到說 這個長輩有委託 我們一定不要去幫他完整 十幾年前 劉德文第一次接受老兵委託 協助把骨灰帶回湖南老家 不過當時妻子剛懷第二胎 一個人忙不過來 幾乎要跟劉德文鬧家庭革命 就回來的時候沒看到人啊 就肚子痛啊 整個那個情緒上來就覺得說 自己好像沒老公 然後我就背著我 我的還沒生出來的老二 然後就 然後後面背著我女兒 背著她 然後手上又拿了東西 然後就這樣子 趴趴趴趴趴 就直接就趴到四樓這樣子 那時候就趴可能是有動到胎氣 還是怎麼樣 更氣 事後我才是要感受到 我太太是因為 家裡面出到問題的時候 家裡最信賴的一個 先生不在 那一種的感受 我剛開始有一點反對 不會體諒的情緒 到現在全程在參與我做這件事 也甚至我如果去背骨灰 他會去幫我先買紙錢 還有買一個紅色的物件 都幫我準備好了 是否會去後面 他會去看 他會去幫我 他會去拿紙錢 去拿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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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來 劉德文低調進行 這項特殊的禮民服務 他把七八公斤重的骨灰彈 放在千杯包裡 然後背著走遍 中國大陸六個省份 一次一次完成 長輩交代的心願 不过曾经有人质疑 他是不是借此赚取额外报酬 让他很受伤 其实我们坦荡荡 我是觉得说 我们到现在 都是直接他们有负担 我们的交通物费会的人 没有额外那种的 顿见记仇的一个案子 都完全没有 我们只要去 愿意从这种公益的方式来做 就是我们不用在于这种 少数人这种 比较言语上的这种偏激的 一些口语 那我就说我们只要 我们要讲一句说 欢喜着感养受 到底有待了多少个人 不需要很想去 数量好像是一个商业行为 我们又不是在做业绩 我们纯粹就是 以我们一个平常心 有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就主动自动自还 我们去协助 就算被误解 刘德文也要坚持下去 因为每回 他把老兵骨灰 亲手交给家属的那一刻 都曾经感受到清醒几百 前年我送到一个山东的 当我到机场的时候 我们完全跟家属都没有见过面 可是当我出去机场大厅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跪下来 然后我把他们扶起来的时候 他们又跪下来 他们在讲说 银长 我们第一跪是跪你 感激你把我爸爸的骨灰 带回我们家乡 第二跪 是迎接我自己的爸爸 然后在第三跪 下去就说 银长 我们又感激你 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那时候我在机场 我真的很哭了 我调研的 几十年来 在台湾的老兵 如今有些人身躯 或许已经化成灰烬 但落叶归根的心愿 在刘德文协助下 终于实现了 然而 对亲人的挂念 其实来自对岸的中国大陆 也从没停止过 刘德文里长您好 我们素不相识 也没见过面 是我有要事想求您帮助 寻找我在台湾病故的父亲 张静山的骨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